韓國瑜在今年4月 以高雄市長身份訪美交流 掀起僑胞封寒流 如今參戰2020 預定的訪美面試之行 卻出現變數 跟墨建大使很 等於是說明 這一趟美國之行 可能因為時間的壓力 我沒有辦法承行 臨時喊咖喊傳出 韓國瑜近半內部考量 就是怕重蹈小英 2012年的復車 蔡英文在首次參戰時 2011年9月 曾出訪美國 向美方提出台灣共事 但卻沒想到 人還沒離開美國 兩岸政策就被挑戰 當時金融時報還批評 蔡英文如果當選總統 可能身高跟對岸緊張 等於打臉出訪成果 不僅如此 美國更在選前12月 宣布免簽 頗有包馬扁菜之意 美方這邊已經 提早就給了一些考題 給韓市長準備的方向 所以這並沒有說 會有準備不足的問題 那真的還是主要在 韓市長現在選舉不到100天 那他現在主要的重點 還是在顧本 兩位透露 美國對韓態度熱心 更是提早洩題 題目五大題 包括經濟是否會過度依賴對岸 如何證明兩岸關係 能勝過蔡英文 若對方要求簽署和平協議 是否會屈服 還有對於對岸介入台灣大選 以及美對台軍購政策 都是美方高度興趣問題 韓市長他的旁邊的顧問團 其實跟美國有長期信任的關係 那我這邊也有跟美方 比較直接溝通的管道 那即使人不去 那將來是不是透過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視訊 規劃日期的時候 真的很難找到 有一個整整7到10天的時間 是可以完全離開台灣的 所以最後我們在再三權衡之下 只能夠忍痛先暫時放棄了 選戰倒數80幾天 韓國瑜忍痛割捨訪美之心 選擇留在台灣 繼續深入民情 同時間更跟美方溝通管道 保持暢通 要製造雙贏局面 介紹一宣網欄於台報道